落地灯散发着橘黄色的光月 妻子呼得从身后抱住我的腰 老公 女儿已经睡了 今晚我们 她的眸间有些混沌迷离 我却丝毫提不起兴趣 起身连着将被子也拖起 柳如烟 别装了 你究竟什么时候签字 这段时间我提了好几次离婚 她笃定我在闹脾气 要她服软 于是才有了刚才的腰脊 一身柔软光滑 净显凹凸轮廓的睡裙 唇欲风下让夜晚有了温度 可是那又如何 我只想离婚 越快越好 你认真的 她神色一顿 极快地冷下脸 不可能 我现在处于事业上升期 离婚会严重影响到我的名誉 好一个事业上升期 全公司的人都知道 老板曹辉是她的初恋白月光 两个人经常打着出差的名义 出国甜蜜双人游 我手上根本拿不到实质性的证据 为了女儿和家庭 我选择一忍再忍 而就在前几天 我富阳发高烧 放在床头柜上冷着的 要被女儿偷偷拿去洗手间倒掉 我不明所以地问她为什么 女儿绝了绝嘴 不满地抱怨 爸爸要是发烧死掉就好了 这样 我和妈妈就能和小郡叔叔一起生活了 我要她当我的新爸爸 那瞬间 我大脑嗡的一声 痛心 绝望 既然他们这么想离开我 那我的坚持毫无意义 你现在签字 我在财产方面尽可能让步 否则 等以后我拿到证据 你和曹辉都不要想好过 他穿上衣服 将白皙的肌肤掩盖住 让步 你小公司都快破产了 兜里比脸还要干净 我可以找他借钱帮你周转 你就当为了你心爱的女儿 不要嘴硬了 行吗 我点起根烟 没有再考虑 话说完了吗 说话就签字吧 我和妻子结婚七年 从大学毕业 到结婚生子 一家三口 本该幸福美满 直到他在职场遇到了他的初恋 曹辉让我跳槽去他公司 待遇翻倍 我以为他在询问我的意见 未曾想他只是通知我 我答应了 人都要往高处爬 你不会介意吧 说完这句话 他就将女儿丢给我 和曹辉去异地出差 几岁的女儿倒是安慰起我来 爸爸不要担心 曹辉叔叔人很好的 他会照顾好妈妈 我心中有些憋气 他居然带我的女儿去见过曹辉 于是我问起女儿 女儿居然一脸崇拜 小郡叔叔掏钱的样子最帅了 我气得咬牙 对这个宝贝女儿 我从来都是要啥买啥 根本没有亏待不 冰冰 你喜欢什么可以跟爸爸说呀 爸爸也能给你买 他推开了我的手 接下来的时间里 妻子的工作越来越忙 对我也越发冷淡 面对我小心翼翼的质问 他反而还生起气来 要是我哪天真出轨了 你作为一个男人 先反省一下自己 我心中憋慢 把所有心思放在女儿身上 天天变着花样逗他开心 直到他倒掉我的药 更是毫不避讳地 给曹辉打电话 小郡叔叔你什么时候来接我呀 爸爸一直嗨嗨渴 我好害怕他传染我呀 电话那边传来男人的吃笑声 冰冰你真太可爱 叔叔很快就能和你见面了 等我 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发呆 无力和寒心的感觉 原来可以如此具象化 我爸发信息来催我 儿子 我和你妈那套房子 要拆迁的事 合同上那数字一长串 跟做梦似的 你跟雨念说了吗 什么时候带冰冰一起回来 我跟你妈呢 也想好了 给冰冰办理转学 去上贵族学校 将来再出国深造 安排得妥妥当当 我苦笑了一下 对我爸说 办完离婚我就回来 嗯对 只剩我一个了 如果是妻子知道这个报复消息 不是这样的 柳如烟是我们大学系里 公认的美女 也是在表白墙上 出现过最多的名字 为了追到她 我参加校队篮球赛 去竞争学生会主席 存钱给她买礼物 还在夜晚偷偷摸摸爬起来 给她抄了一个月的 上林副 疯狂又热烈的青春 那是一个雨天 我和她一前一后 故意保持着距离 她突然停下 往我的方向倒腿 我跟着往后退了进 没一会儿她突然转头 我连忙预盖迷张的 东张西望 然后她举着伞向我走来 高速的马尾随风扬起 空气里夹杂着 赤裂而清纯的草木泥土气味 我的心跳如雷 只是眨眼间 她就已经来到我的面前 轻轻抬手 把伞倾斜到我的方向 她张嘴在说话 周围嘈杂的雨声 仿佛都安静了下来 我脑子一片空白回答她 我愿意 她翻了个好看的白眼 声音软软的 我说你把伞拿着 头发都湿透了 随后她的耳根子迅速窜红 小声喃喃道 愿意什么呀 愿意 跟个呆子一样 我们在一起关系稳定了几年 大学毕业结婚 那一晚她灼灼的目光注视着我 记住 是你先招惹我的 这辈子我就只有你一个老公 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 都不要离开我 我狂点头 崛起三吨手指发誓 她的初恋白月光曹辉 也在婚前来找过她 柳如烟 我后悔了 你把婚礼取消 跟我重新开始 妻子当着我的面 把她拉黑 不可能 我选择了她 就只能是她 婚后有了孩子 也有各自的工作 日子平平淡淡淡很幸福 柳如烟挺要强的 在公司里没资源没背景 硬生生从新人干到主管 说话做事雷厉风行 为了证明自己 得罪了不少人 我心疼她被排挤 她却淡淡来了剧 非精英变靠后 我没心情理会那些 loser 怎么想 可惜我还没来得及 将爸妈房屋拆迁的事情告诉她 就看到了她秒杉的朋友圈动态 那是一张曹辉以前送给她的项链 被放在精致的盒子里保存着 佩文只有一句话 如果当时换一种选择 故事的结局会不一样吗 第二天一早 我和她去民政局办离婚 她甚至早起化了一个美美的妆 一路上无话 轮到我们坐下来办理时 她却突然开口劝我 你真的想好了吗 我们结婚这么多年 不至于非要走到这一步 有没有想过是你自己心胸太狭隘了 眼界太低 我不耐烦地将笔递给她 别废话了 既然你和女儿都喜欢曹辉 我又何必夹在中间受折磨 快点牵吧 她眯起眼 纤细的手指不紧不慢地 从包里抽出一份新的离婚协议 行 三个条件 一是女儿跟我 没有我的允许你不许见她 二是房子归我所有 车子归你 兵兵的赡养费不强制你给 三是离婚后 你不许到处造谣曹辉和我的事 被人提及就说我们缘分已尽 和平分手 她原来早算计好了 就等这一刻才拿出来 我本来还想问她 不愿意离婚是因为她对我还有感情 还是因为真的是担心自己的名誉受损 是我太天真了 幸福模糊不清 痛苦记忆犹新 我没有犹豫 淡淡地签下自己的名字 就这样吧 她短暂地缓了一下身 大概是没想到我答应得那么爽快 半完离婚证走出来 柳如烟愣了几秒还是叫住了我 你为了离婚 连房子都愿意让给我 你有那么恨我吗 我停下了脚步 常常吐了一口气 恨过 当看到你胸口那个被人捉起的红色印记时 我就很想删你 但是我现在不恨了 不丧了 人生不过三万天 所以她这夜我翻天 她眼神慌乱了一瞬 冷冷地解释 邱一山 不管你信不信 我就那一次 我走在前面 根本懒得理她 想起从前在大学我还经常劝室友 哥们 不要当恋爱闹 轮到我自己时 那年我双手插兜 没见过比我更甜的狗 结果娶到女神的甜狗 多年以后还是出局了 就这样吧 至少我清醒了 回家打包东西用了小半天 我雇了搬家公司 全部运到我公司的杂物间暂存 搬到最后一趟时 冰冰才从房间里睡醒出来 不满地使唤我 爸爸 肚子饿 你给我做的饭吗 我关掉了手机屏幕 从包里掏出一百块给她 自己解决吧 我要搬走了 女儿欢呼雀跃 喜笑颜开 好爷 爸爸你终于愿意走了 我现在就将这个好消息告诉小郡叔叔 我伸手揉了揉太阳雪 邱冰冰 以后你可能再也见不到我了 你舍得爸爸吗 他歪着小脑袋思考了一下 没关系啊 以后我就改名叫曹冰冰 这样小郡叔叔就是我的新爸爸 你快走吧 没人留你 实在是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做父亲 能做得如此失败 明明我对他的付出那么多 一日三餐营养搭配 兴趣爱好培养通通到位 尽管他说的话如此让我心恶 我还是很不下心来去责怪他 我蹲下身摸了摸他的头 冰冰 以后要是过得不开心了跟爸爸打电话 话没说话 他挖的一声奔向了门口 是柳如烟回来了 他身后还跟着那个让我光听名字 就觉得不爽的男人 曹辉 曹辉熟门熟路的拿出拖鞋换上 直接无数 将冰冰抱起来 小冰冰 我一回来就来见你了 想不想我呀 冰冰巴基一口亲到他的脸上 我握紧了拳头 差点没忍住 柳如烟把一切看在眼里 特意把大门让了出来 你自己办 不用管我们 曹辉这时才挑衅的看了我一眼 转头对柳如烟说 这房子太小了 尽快卖掉吧 我给你和冰冰选了套大房子 他那些玩具也有多余的房间可以放 我没有说话 我走过来一把伞 外面在下雨 我没有伸手去接 外面大雨越发滂涂 弥漫的白色水汽 让不远处的车都变得农农起来 淋着雨上了车 后视镜里的柳如烟 身影模糊地一直站在那 我看不清他的表情 但我和他心里都很清楚 再也没有回头的路了 第二天我开车回了爸妈所在的城市 不出意料地被锁在了门外 我爸扯着嗓子喊 你小子脑袋进水了 我孙女凭什么让给他呀 他万一得冰冰找个继父 我和你妈还睡得着觉 不行不行 你让他做点让步 要钱都行 反正我们现在穷得只剩钱了 他们表达得很清楚 我什么时候带冰冰回来 什么时候才让我进家门 没办法 我索性在门口蹲了下来 百无聊赖地点起一根烟 隔壁突然探出一个小脑袋 两只水汪汪的眼睛瞪着我 叔叔 不要在这里抽烟 我赶紧站起来将烟采灭 不好意思 小女孩好奇地打量了我一下 往门外迈了一步 结果没站稳 被门槛绊了一下 小心 我赶忙把他扶起来 刚拽住他的小手 啪的一巴掌 耳边一阵轰鸣 等我反应过来 冒出来的女人已经高举着手 准备伤我另一边脸 我叫停了她 不是 你打我干嘛 女人脸上怒气未消 你一直跟踪我们 还有脸问为什么 今天姑奶奶就让你知道 什么叫八段锦传人 我懵了 小女孩护在我前面 使劲摇头 女人眯着眼总算冷静了下来 轻轻撩了撩头发 质问我 丫头护你 证明你不是坏人 说吧 谁派你来的 我揉了揉生疼的右脸 没好气到 这栋小羊楼是我家的 我就出来抽个烟 还被赏了一巴掌 女人五官精致 上条的眼线很是妩媚 尽管身材性格又火辣 但我总感觉下一秒 她会抬起长腿给我一脚 女人呕了一声 牵起小女孩就往家里走 我愣了一下 你打错人不该道歉吗 女人顿主 回头 小羊楼不错 你现在多少也算都富二代了 能不能有点度量 我都没嫌你脸占我便宜了 色狼 我张了张嘴 一下子不知道怎么接话 小女孩捂着嘴偷偷笑我 眼睛亮晶晶的 还挺可爱 他们转身进了屋 我爸妈心事真狠 门口蹲了五个小时 硬是没让我进 最后我在门口靠着墙睡着了 刚入梦 重心旋转 我的肩膀传来一阵剧痛 睁眼 邻居女人那双长腿 就白花花的在我眼前 老子真的服了 怕啥来啥 你替我干嘛 我又没睡你家门口 他喘着粗气嘴硬 刚才那巴掌 用尽了我所有功力 快 你快点啊 别让他骑摩托车跑了 你追 我报警 想起小女孩可爱的脸 我拼了命地扑过去 摩托车上的人 还未来得及加速 就被我扑了下来 小女孩也跟着摔倒在地 我紧紧护着小女孩的脑袋 自己的右胳膊 被摩托车砸住了 疼 钻心的疼 那个歹徒摩托车都没有 连滚带爬的跑了 女人这事才跑过来 从我怀中抱走小女孩 仔细看了半天 确认没事之后 才注意到地上脸 胀成猪肝色的我 送去医院 拍了片 右手有些轻微的骨折 需要一定时间才能恢复 我郁闷地问女人 警察怎么还没过来 她目光躲闪 还是说出了事情 那个人是丫头她爸找的人 本来也不会伤害丫头 我就是有点着急上火 我怒气攻心 抬起左手食指向她 在我即将破口大骂的前一秒 她双手握住了我的手 大声求饶 孩子还小 别在她面前打我 惹得医院过路的人 纷纷停下来 对我指指点点 你还是不是男人啊 居然打老婆 美女 对待家暴林荣远 这种老公不能要 赶紧离了吧 我气得脸色发子 我不 她用手按住了我的嘴 老公别生气 我从来没想过离开你 然后她凑到我耳边 软生 我知道你爸妈不让你进屋 当做补偿 我照顾你直到伤痊愈 行了吧 烦死了 她居然撒娇 我能怎么办 只能将这口气咽了下去 行吧 喂 你老公为什么要抢丫头 搞得跟个豪门斗争拍电影似的 而丫头在我旁边 开心的手舞足蹈 因为我刚指挥她 拿下游戏第一 女人将煎好的牛排 放在我面前的盘子里 首先 我不叫喂 我叫苏宁 其次 我没有老公 丫头从我手中抢走叉子 要亲自为我吃饭 干爹 张嘴 苏宁拍了拍桌子 丫头 你别乱叫啊 小心我连你一起收拾 丫头吐了吐舌头 干妈 我听到你叫她老公了 那她不就是干爹吗 苏宁脸一会儿黑一会儿红的 逐渐开始暴躁 这时我收到了冰冰发来的短信 只是语气有些不像她 明天我生日 你来吗 没有你妈的同意 我不能见你 那我妈同意了 你会来吗 不好说 首先要你妈妈的同意 女儿生日这天 我还是叫了跑腿 将礼物一早送到她家 吃乐高玩具 迪士尼城堡 她曾经说想要爸爸妈妈 和她一起完成 柳如烟曾在商店里拒绝了她 花十几个小时拼着玩意儿 她没空 我看听遇到冰冰和柳如烟 冰冰先看到了我 本来想叫我 但突然察觉到丫头牵着我的手 不开心地扭过头当做没看见 我上前一步刚准备去打招呼 苏宁从里面包间里走出来 吓了我一跳 她的长相是极其妖艳的 今天又特地化了浓妆 那双狐狸眼勾人心魄 加上黑色长裙 一举一动皆是风情 在场所有人的目光都被她吸引住 比起柳如烟的唇欲高冷 她更有攻击性 柳如烟看了她一眼又看了我一眼 神色有些复杂 这时曹辉跟着经理走出来 王老板 不是说好那间包房给我留着吗 老板没有理她 一脸谄媚地走到苏宁面前 小姐 菜已经按你的吩咐准备齐了 而苏宁走到我身边 牵起丫头另一只手 眼含笑意 走吧 我们去吃饭 丫头露出甜甜的小酒窝 好爷 和干爹干妈在一起太开心了 这一幕落在了曹辉的眼里 她吃笑了一声 沉声道 邱一山 这一幕排练很久了吧 我和他们已经大半个月没见 这时被曹辉点名 让我有些不爽 你什么意思 曹辉卷起袖口 故意露出劳力士的金表 晃了晃 我说 你请这么漂亮的女人 花了不少钱吧 为了出口气 不要把自己的棺材本花完了 你想想 多可笑 柳如烟微微促起了眉头 你还是那么幼稚 苏宁冷着脸松开了丫头的手 我心头一跳 她该不会又要打人吧 闭嘴巴你 她不是我 对 我就是她请的 苏宁打顿了我的话 唇角上扬 我揉了揉太阳穴 她又要干什么 曹辉咧嘴笑了 伸手搂住了柳如烟的腰 她身体僵硬了一下 却没有闪躲 她一个破产小扑街 能出多少钱请你啊 我给你双倍 要不你早点下班 她与其见嗖嗖的 暗地里一有所指 苏宁摆弄了一下脖子上的项链 珠宝私人定制 120万 接着晾了晾手腕上的翡翠 98万 然后搂住我的手臂 邱一山追我的时候送的 你确定要给双倍 曹辉笑容凝固 切了一声 一言假 你找人鉴定过吗 说多少你就信 只能说你这种穷人眼界低不使我 苏宁语气充满了嘲讽 行了 今天我生日 王老板快请他们出去吧 不要影响我心情 王老板舔着脸将曹辉往外推 别嚷嚷了 这店都是楚小姐的 柳如烟牵着冰冰脸色有些不好看 冰冰路过我时 低声细语叫了声爸爸 而我满脑袋都在想 今天是苏宁的生日 抱起丫头大步跟了上去 完全忽视了冰冰 可她哪受得了这种委屈 直接挣脱了柳如烟的手 爸爸 今天是我生日 柳如烟的目光也落在了我身上 我抱起丫头 头也不回 生日快乐 冰冰愣在了原地 这次之后 我很长时间都没有柳如烟和女儿的消息 这段时间里 我在苏宁家里养伤 她带着我和丫头经常出去打卡美食店 走到哪拍到哪 我和苏宁总是吵吵闹闹 丫头抱住我的手臂恋恋不舍 在我回家之前 你和干妈能不能答应我一个要求 苏宁突然想起了什么 猛地瞪大了眼睛 紧张地扑上来捂住丫头的嘴 可惜晚了一秒 丫头说 就是 你们俩用点力给我生个弟弟丸 我尴尬地摸了摸她头 瞅了一眼脸红的冒光的苏宁 好啊 干爹我会超用力的 苏宁转身摔门离去 留下丫头满脸错了 丫头被她妈接走了 我心里空落落的 还有些不习惯 晚饭时只有我和苏宁两人 她挑着碗里的菜也不吃 也不说话 气氛有些沉默 你伤好了吗 该不会是想要一直赖在我这里吧 我没有否认 不可以吗 她放下手中的筷子 童言无忌 你不能当真 你二婚带娃的男人 我不可能看得上你 我可是苏宁 怎么可能喜欢你 就算是个爆发护腹二代 我也不不不不不可能喜欢你 我握住了她的手背 突然贴近了她 停停停 我知道了 可是你在结巴什么 她心虚地想要抽走被我握住的手 下一秒我再次拉近与她的距离 鼻尖向处 眸光流转 苏宁的唇静在咫尺 不巧 我的手机响了 她借机起身离开 柳如烟 找我有什么事 随着我花音落下 苏宁顿下脚步 绕了一圈重新坐到了椅子上 邱一山 我要和曹辉订婚了 我淡淡回应 那恭喜你 祝你再婚快乐 她愣了一下 你爸妈找到我 我想在订婚之前 和你见一面 柳如烟把我约到了大学门口的一家饭店 那是 我们经常去的那家 点菜的时候 老板还热情地招呼我们 哎哟 真是好多年没见了 没想到你们还在一起呢 来来来 坐 柳如烟没有什么表情 只是低头勾着菜单 我多次开口 她却让我不要说话 好好吃顿饭 菜上来了 她给我不停地加菜 我低头吃饭 饭后 我们一起走到校园里的林林大道上 她才主动开口 邱一山 你是不是觉得我很败金 我摸了摸鼻子 我公司只有几个人 开发小程序游戏 办公室没有落地窗 更没有咖啡机 但我们每天都过得很充实 为了共同的目标 但你每次来我公司 都用不鞋 嫌弃的眼神看我同事 看我也是 她神情有些恍惚 那段时间我是有些飘了 因为我所在的公司 那些人天天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 什么都攀命 什么都要议论 我的穿着 我的包包 我弟老公 我的房子和车子 还有出生和学历 好像差了一点 就要低人一等 就只能低眉顺眼 所以她选择了条件更好的曹辉 可是 她突然和我说这些又有什么意义 让我原谅吗 我没有接话 你爸妈找过我 说了他们房子拆迁的事情 也提出可以给冰冰更好的生活条件 邱一山 为了冰冰 我可以考虑和你复婚 今天我就要你的答案 不然我就真的和曹辉订婚了 我们之间 再也没有可能了 柳如烟的声音慢慢低了下去 眸中闪过一丝痛死了 好 她黯淡的目光亮了起来 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就知道 你还爱我 我的意思是你们订婚 我淡淡解释 我和你本来就没可能了 柳如烟的眼眶渐渐染红 有些僵硬 你要是心里不平衡 你也可以去找一次 我不会和你忙 这种话换做以前 绝对不可能从柳如烟的嘴里说出来 可是她愿意为了复婚妥协 你是不是喜欢上了那个 长得像妖精一样的女人 她盯着我的眼睛 似乎要把我看穿 她就是看上了你的钱 看上了你家里那点拆迁款 邱一山 能不能擦亮眼睛 什么阿猫阿狗你都要 她之前说了这么多 我都没有情绪 提到苏宁 我心里却有点不爽 我爸妈隔壁那一栋楼 都是她的 她沉下脸 自嘲的笑笑 原来是你在追她 你一个离过婚的男人 她那样的女人又凭什么看得上 邱一山 不要做白日梦了 我懒得和她理论 话说完了 就搁走搁的吧 我还有事 她跟在我的身后 就像很多年前 我在她身后勾她的小指头一样 她勾住我的手 指尖划过我的手心 我啪的一下打开了她的手 请自重 留她一人愣在原地 我大夸了几步飞快离开了校园 苏宁在马路边上按了按喇叭 我坐上车 她抬眼与我的视线在空气中交集 还在校园里勾勾小手 你们在演偶像剧呢 我耸肩 并没有 她收回目光 启动汽车 打着方向盘 声音平静 她说的对 你一个离过婚的男人 像我这么优秀又漂亮的女人 怎么可能看得上 我无奈反驳 不是 我离婚怎么了 不合适难道非要将就一辈子吗 谁又能保证自己找的第一个女人 梦想成真好不好 女儿提着乐高玩具来找我时 眼睛都已经哭肿了 这份血缘关系在这里 我实在是无法做到毫无波澜 她红着眼眶要我抱 爸爸 我牵她上车 曹辉她的侄子还有侄女都欺负我 他们撕烂了我的书 爸爸 我不要跟她信了 她哭得一抽一抽的 你还愿意要我吗 我开车 心里有些顿痛 是你想爸爸发高烧死掉 想到那段时间自以为是的付出 都觉得自己可笑 她撅了撅嘴 爸爸 对不起 我叹了口气 邱冰冰 你不是很小很小的孩子 任何事你都有自己的想法 之前你那么对我 是你打心眼里觉得曹辉比你爸爸厉害 现在你受到了欺负 才会来找我 才念起我的好 我是你爸 不可能抛弃你 但你也要为你做过的事情负责 我将女儿送到爸妈家里 以后她会跟着爷爷奶奶一起生活 临走时 女儿跟着追了出来 爸爸 你以后有了新的家庭还会接我走吗 我摸了摸她的脑袋 只要你乖 真的认识到错误了 爸爸会永远爱你 女儿狠狠点头 没过几天我爸就打来电话告诉我 冰冰将那些珍贵的卡片和玩具都二手卖掉 收到的钱 她全部捐给了贫困山区的儿童 我爸妈也是再三保证 不会惯着冰冰 会认真地关注她的教育和成长 他们早早退休 现在能带孙女 别提多高兴了 柳如烟还是嫁给了曹辉 我在朋友那里看到了她的结婚照片 嘴角微微上扬起一个僵硬的幅度 眼里更是没有一丝笑语 现在你终于如愿以偿地换了一种选择 故事的结局会让你满意吗 时间不虚不及地走着 我一直停业的公司终于有了新的进展 因为我手底下的人终于找到了证据 一山哥 找到了 是一个叫曹辉的人在针对我们 他利用职权签字 还挪用了部分公款 一直在搞我们 难怪我们辛苦做了那么多 投入市场全都毫无反馈 我证据提交给公安部门了 很快就出结果 他少不了吃牢饭 我知道他这个人牙子必保 想要的东西必须到手 但是我没想过他会为了追回柳如烟 不惜对我使绊子 做这一切 仅仅是为了凸显他的成功 我召集了公司的员工 这几个人都是我大学志同道合的哥们 曾经我们都是满怀梦想的少年 须知少石林云志 曾许人间第一流 梦想着将小游戏公司做大做强 而因为曹辉对我的恨 努力全都付诸东流 为此 我拿出足够的资金弥补他们 继续为公司添火 一起研发新的游戏 一切都走上了正午 除了柳如烟 他为了曹辉的事情多次找到我 你是恨我 为了报复我 才这样的 对吗 窗外雷声轰鸣 暴雨倾盆 他在门口继续按着门铃 邱一山 今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你是个说话不算数的骗子 我和苏宁在被窝里 气息急促 或轻或重地稳落在他的身上 他目光迷离地想要索取更多 直到他双手无力地搭在了我的肩膀上 你前妻一直吵 好烦 我起身打开走廊的顶灯 失控的热烈 他咬住我的唇 给你三分钟打发他 要不然一个月不给你 我火速穿上衣服拉开门 柳如烟这张满是泪痕憔悴的脸 是我从没见过的 我脖子上或多或少 有着苏宁故意留下的专属印记 柳如烟的目光停留在上面 声音微不可闻 原来失去一个人 是这样的感觉 对不起 是我先弄丢了你 他亮腔着转身离开 差点摔倒在电梯里面 我看着他背影 心里却莫数着三分钟的倒计时 不想再和过去内耗了 我就活在当下 活在每一个呼吸里 全闻完